這是據名檢舉的喔 說北景雲計畫裡面 它有很多東西是施工品質低劣 然後呢驗收不實 材料品質也都低劣 那我們要封存到什麼時候 這個事件不應該讓社會大眾共融來顯示嗎 我今天議員 我把這個hold到我的臉書上面 你們今天竟然說我是違反憲議法 我謝了什麼命了 這要把我移送法辦嗎 市長 你現在說你很多建案都有得獎了 我想最出名的有得獎的就是我們 憑政文化地下停車長勳建 這個案子一定有得獎 但是結果後來他壓死人了 那我們後來的案子 重點不在驗收之後的維修 而在於說我們整個工程 就像我們北景雲這個案子 設計費2800多萬 建造費4100多萬 好 要不就是設計有問題 要不就是建造有問題 要不就是營造有問題 要不就是你的市府單位出了問題 那北景雲這個案子呢 早在人夜12號的時候 就已經有人據名跟正風市來檢舉 那檢舉函後來也送給公務局了 公務局請問你對這一個據名檢舉之後 你怎麼處理 我跟你做報告一下 這當中也說了 北景雲施工品質不良 且驗收過關 裡面施工品質低劣 以有驗收不實 那事實上後來 這一個據名檢舉之後 所有的問題一一都呈現了 跟你做報告一下 他那邊是150個字 這個案子 用最差的材料 施工品質不加 結果後來都證實 這個檢舉都是事實嘛 好 正風處 中處你們昨天 跟你做報告一下 他講了說 我再跟正風處 正風處 我們都有一張 這個公文 來做叉叉 公務局長這時間暫停啊 那個局長 局長你給議員先講啊 給議員先講啊 你不要到貨啊 尊重議員 還我一分鐘 時間暫停 還我一分鐘 公務局長 你尊重議員 你一點不多耶 不是我沒有問他 一直插嘴 疑慣人壞 尊重議員 還我一分鐘 要不然我不想質詢 還我一分鐘 再加一分鐘下去 謝謝 好來 繼續 謝謝 正風處 我們當時 還有跟我們正風處檢舉 那這個檢舉行 整個北景雲的事件爆發之後 我將檢舉行 因為陳情人把這檢舉行給我 我把它放到臉書上面 那你們昨天正風處 打電話給我辦公室 說我這樣是已經違反卸密法了 跟議員說報告 昨天下午服務所的同仁 有打交給我們服務聯絡人 因為有關這個在臉書上公布 這個是你們打電話給我辦公室 所以我們辦公室才問你說 那我們這樣是違反什麼法 那你告訴我們說 這個是什麼卸密 這是進行檢舉案件 依規定要保密 依規定要保密 北景雲的案件 已經全國都知道了 而且這個是陳情人給我的公文 我為什麼不能夠讓大家知道 這個是據您檢舉的哦 說北景雲計畫裡面 它有很多東西是施工品質低劣 然後呢驗收不實 材料品質也都低劣 那我們要封存到什麼時候 這個事件不應該讓社會大眾共融來顯示嗎 我今天議員 我把這個hold到我的臉書上面 你們今天竟然說我是違反卸密法 我卸了什麼密了 這個意思是報告 國家機密嗎 原來我們的豆腐渣工程 是屬於我們的國防機密嗎 這個報告是因為 讓中國大陸知道說台灣有豆腐渣工程 所以影響到我們的國防安全是嗎 所以要把我移送法辦嗎 這記憑檢舉案件 我們依規定檢舉人的身份要保密 檢舉人身份我有透露出來嗎 可是因為在護件 我護件拿出來了嗎 護件是公文的護件 我護件有拿出來嗎 可是這個還是保密期限 對保密期限我們都不能談論嗎 介紹國家機密嗎 不然你讓中國大陸知道 台灣也有豆腐渣工程怎麼辦是不是 我們監工費用那麼高 監工過程中是怎麼監工的 看一下這個桃園國民運動中心 監工為什麼會有被記錄填充 你這監工是怎麼監工的 你過程中監工費用那麼高 就像我們這個巴德北景宇 監工費用四千多萬耶 過程中怎麼監工的 怎麼會有結構被記錄填充 然後那個SPA游泳池 它必須做防水的耶 他沒有做防水要怎麼製作 監工是去哪裡的 再來游泳池的池底有沒有做防水 然後造成這個鋼音鏽石 游泳池的磁磚剝落 金鋼架 古石 你們這監工費用鞭那麼高 這監工費用鞭那麼高 過程中監工在做什麼 監工之後 我們的市政府又是如何驗收的 是因為王浩宇 王話宇 王話宇是親信的關係嗎 這個請議員不要影射 什麼影射 那你告訴我這些 弊案是什麼來的 再來 請不要輕率一下 你剛驗收驗收 你剛剛說啦 我們桃園得獎的不少啦 我再告訴你啦 我們桃園現在有多少的爛尾 你知道嗎 我們都以為這個中國大陸有爛尾 我們在這個北區青年活動中心 現在游泳池停擺在那裡 再來就是我們洋梅體育園區 跆拳道運動館興建工程 現在也是停擺 這兩個都快完工了 沒有停擺 現在停擺了好不好 這兩個都快完工 原來是8月的時期就快完工了 原來我們的洋梅興建工程 竟然遇到大雨就飄浮起來了 結果現在他再發三千多萬去做補強 我們的環保局所屬的辦公廳 搬遷改善工程 現在也是停擺啦 7月31號以後就停擺了 再來齁 營政局長 陳靜航局長 我今天就不問你了 你坐著 你不要請他回答好不好 你坐著 來公務局長 殷葬所行政大樓 108年完工 為什麼到現在沒拿到使用執照 他整個大樓都已經拿到執照了 他大樓沒有拿到使用執照了 大樓有拿到使用執照 殷葬所行政大樓 我們就是在那個停車場 辦公室在裡面 我現在在講行政大樓 你只在跟我講停車場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你還是不知道啦 在前天的時候給你執行 你到了兩天以後 你還是功課沒做足啦 我告訴你 行政大樓是沒有拿到使用執照啦 你們的底下的工作人員 現在正在準備要申請 因此使用執照 不用在那邊 他不是停車場 他是行政大樓 那我們現在呢 你看 八個國民運動中心也是啊 宇求館一開幕 隔天就崩塌了 國民運動中心的游泳池 落成 馬上落成 馬上停用 平正文化地價 停車場也是興建中 就崩塌壓死人了 我們討厭這麼多個爛尾樓啊 這都不需要檢討嗎 設計有沒有問題 兼兆有沒有問題 燕州有沒有問題